事情一同在这边,守安息,敬拜神! 今天早上,兄弟跟大家一同分享的题目是更新变化。 那么这是也是保罗,他才写《罗马诗》写到最后,他开始谈到这个真实的信心,要怎么样落实我们真实的信心。 他所提出来的两个重要的这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我们就是他提到要把身体当作佛祭。 但是佛祭奉献以后,接着他就谈到更新变化。 那就是我们要成为在基督里面一个新造的人,必须经过的这个过程。 那么罗马诗是保罗当时还没有,他写《罗马诗》的时候,他还没有去访问过,也还没有到过这个罗马的这个教会。 我们晓得罗马是当时的世界,可以说也就是在这个,当然是西方世界,在这个以罗马帝国为主要的。 我记得有一次我到意大利,要开计程车要送我到这个,我们要到机场的时候,那个计程车的司机就讲了一句话说,迢迢大道通楼嘛。 那么这一句话,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也听过的。 那么的确,那这句话也表示当时世界的这个中心,就是以罗马为中心,所以上所有条条大道都会通到罗马。 所以当保罗在写《罗马诗信》,他要写给这个也是当时世界政治文化商业的一个中心。 所以他非常有系统的,把基督教的,把我们信仰的整个道理跟整个过程,做一个非常完整体系,甚至于在理论上,就是说是这个体系的,讲得非常生日,而且非常完备的。 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谈到第一章,他就谈到我们这个信仰,就由信以至于信。 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整个信仰的过程,开始的时候,以信心为开始,到最后结束,进入到天国的时候,还是用我们的信心进去。 所以他在第五章的时候,就开始谈到,他这个罗马是一个主题,就是因信成义的这个主题。 这个因信成义,这个主题是在告诉我们,就是说是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是因着信,不是因着行为。 接着他谈到我们怎么样,在主里面能够成圣,这个成圣就是一个分别为圣,跟世界的人分开,分别出来的,这个叫做成圣。 甚至于在我们身上,这个新信的这个主的基督徒的身上,能够看到神的荣耀,成为神的荣耀。 那么到十二章,他全部十六章,十二章到十六章的时候,他就开始谈到这个真实的信心,就是因信成义这个信,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上。 所以,有人看到这个《雅各式》里面,第二章谈到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那么雅各式的主题也是在谈什么是真实的信心。 那么雅各式的主题也是在谈什么是真实的信心。 所以他第二章就谈到这个圣主义就是没有因行为诚意,他有提到因行为诚意。 所以有人就说是,这好像罗马斯跟雅各式是一个冲突。 事实上是没有冲突的。 两个也都是在强调这个真实的信心。 只是在民主上所用的是有一点民主上,跟重点是不一样的。 罗马斯特别强调因信成义,就是人因着信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就是一个知国上的一个成义。 雅各式在谈到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 这是特别针对已经信主的人在强调我们的信心没有弱实,没有实际上表现的话,那是死的。 所以他说,亚伯拉罕岂不是也是因行为诚意吗? 那么事实上,两个我们真正的信心也要有行为的表现。 所以他就提到甚至于提到因行为诚意。 那么就是在强调我们信主之后,就是必须要有行为来表现出我们的信心,把我们的信心真的是弱实在生活上。 那罗马书到十二章开始的时候,他也是谈到怎么样露俗这个信心在我们生活上,甚至于对国家,在教会的生活,社会的生活,家庭的生活都包括在里面。 所以在罗马书说,在一开始他要谈到这个主题之前,他就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怎么样落实我们真实的信心。 我们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 这两节也可以他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要认识我们的信心的两个基本重要的一个方法。 第一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圣上当作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主受奉,乃是理所当然。 第二节。 第二节。 你们不要效法这世界。 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恩和为神上的善良,存全可喜悦的主义。 第一节。 所以他开始要转到这个,这也可以说他的这个罗马书一个结论,这个四章,后面四章。 他要讲这个之前,就提到一个总纲,也是提到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原则。 所以他说,我们当以神的慈悲劝门你们,将身体圣上当作活祭。 在这里把身体当作活祭。 我相信我们都所习这个经节,就是用旧约,神在旧约,告诉以色列百姓怎么样拜神。 那就是要宣约,用宣约,这个拜神,侍奉神的基本方法。 在旧约有五种重要的这个祭。 这些祭都是跟罪有关系的。 特别是第一种祭就是欢祭。 他把牛羊这些皮要剥掉,切块,全部放在坛上,然后烧掉。 所以他在这里就是把身体当作活祭。 这不是叫每一个人去当这个,做转转转道的。 但是叫我们每一个人把自己的身体好像旧约在献祭一样当作活的这个祭,献给谁。 也就是告诉我们在新约时代成为神的选民,要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一个人。 我们要像旧约的牛羊一样把这个皮剥掉。 这个皮就是我们的名,我们的利,我们的权。 把我们筑挤身体粉碎切成块,粉碎筑挤,这个筑挤就是我的自我。 然后现在这个祭堂上完完全全的烧掉。 那这里所说的,跟主耶稣所讲的,我们看路教福音九章二十三节。 我们可以把这一章夹起来,我们还会回到。 路教福音九章二十三节。 9章二十三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日架来跟从我。 主耶稣在这里很客气地讲,若有人,就是神不会强迫我们来跟随他。 他说,如果你们想跟随我的话。 就是我们要成为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那第一个步骤就是要舍己,把自己否定的。 而且天天背起他的十日架来跟随主。 他这个舍己,就是保罗在这边所说的,把我们自己当作佛际,完完全全的圣上。 把这个旧的我,这个属肉的我,属于世界的这个我,在神面前能够烧毁掉。 这样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过着接受真正基督徒的一个生活。 不久以前我们也提到有一个婆腿的一个女人, 当她晓得原来帮她换轮胎的,是一个年老的一个虾眼的七八十岁的一个年老。 她被这种爱、感动,所以让她看到自己。 那么这就是我们能够把身体当作佛际,能够看到自己,把自己能够改变。 那么这个把身体当作佛际,这个功夫,的确,这是一个灵修的第一步的功夫, 也不是很简单的。 要有从神的爱的力量来激动我们,我们才会这样做的。 所以她一开始,十二章第一节,开始的时候就是说,用神的慈悲劝告我们。 因为要让我们当作佛际的时候,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成为佛际。 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在世界上受苦,受灵日,受难,复活,完成这个就位。 就像保罗说的,谁能够让我跟基督的爱隔绝。 能够有这个从神来的爱在我们内心里面激动我们,我们才有办法把自己身体当作佛际线。 那么十二章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下面接着说,这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主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他说这是圣洁的,就是属于神的。 这个所谓这个圣,这个圣这个字在原来原文的意思本来就是说分别出来。分别出来,所以就跟一般的全部一样。 是分别出来的意思。 跟世界分别出来。 跟罪分别出来。 所以他说我们这样做,这是圣洁的,是属于神的。 所以在中文我们常常看到叫分别为圣,就是从这个圣,就是这个原来的这个意思。 他说我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中文发成理所当然,英文也是翻成这是合理的。 那么我们这样做,这是神所喜悦的。 神所喜悦在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神所喜悦的。 我们所做的每一天,我们所做的每一天,我们所做的事情能够追求我们是不是得神的喜悦。 这个如果我们真正在做的时候就晓得,这不是很简单,是要努力,要克服自己胜过这个本来的这个祝福的我。 如果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做一件神所喜悦的事情,那么一年以后我们至少有365个神所喜悦的。 我们看启示录第22章17节。 这个神要结束他的话语的时候,在这边又提到了,这是最后一个圣经的这个总的结论。 他说,圣灵和新父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得这个白白的生命的水和。 在这里就谈到哪一些人能够得到神的泉水。 生命的泉水的这个力量就是代表圣灵的这个内心更新的这个力量。 他是哪一些人有资格呢? 是口渴的。 那些愿意的。 就是我们要有这个愿意在追求神,愿意在努力,神所喜悦的。 所以,他在第一节告诉我们把身体当作活祭,那时候就是神所喜悦的。 那么神对我们这样的要求,中文是说理所当然,英文是说这是很合理的,没有过分的。 因为神付出他的代价,我们虽然因着性被神称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接着要完成这个行义的才是意言。 这个约翰医师说行义的才是真正的这个意言。 那也是因为这样,所以雅各士在强调到,因行为诚意。 这是保罗开始要写这个罗马书的这个结论的时候, 然后开始告诉我们两个怎么样落实我们这个真实的信心。 第二个就是在罗马书12章的第二节,第二个方法。 当然这两个步骤是连带关系的。 那么也是我们今天所要特别强调的,第二个方法就是更新变化。 第二节,12章第二节。 所以不要笑话这世界,主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恩何为神的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第二个功夫,我们圣上活祭以后,第二个接着要做的,就是要更新变化。 所以他开始说,叫我们不要笑话这个世界。 不要笑话这个世界,不是说世界上一般的人在吃饭,我们就不必吃饭了。 那么这个世界是指着这个世界的这个恶行、恶的习惯、风俗。 那么最普遍的就是一般人的这个阻止跟这个腐败。 一般人在世界上,人所做的、所说的话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目的。 所以他要不要讲,要对人什么态度首先的一个标准,就是先判断这个对我有没有好处,对我有没有利益的。 那么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不要笑话这个世界的,一般人的这个做法。 因为我们的家族观人在主里面,这个有不同的,跟世界上的人所看重,所重视的是不一样。 甚至于一般世界上的人,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也不择手段,不管是怎么样的。 所以在提摩太六章十节就告诉我们说这个贪财,这个就是妄恶之根。 那么神在旧约定的这个十条诫命,最后一条就是贪忍。 这些贪心也是人性的一个大的一个热点。 那这些基本上就是由于这个助手,这个助我,为了保护自我,或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产生的这个一般世界的这个恶险。 所以在世界上充满了许多的这些谎言跟欺骗,这是非常普遍的。 那这就是一个恶的一个开始,一个恶的一个根。 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新造的人,我们要能够把这一些,不要笑话这个世界上一般的人所做的这个方法。 那么在基督里,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那么什么是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就是以神的道理,以神的真理为中心,为他的标准。 所以这个家族的观念就不一样。 我们许多在做事情,我们的态度,我们所做的决定要不要做, 就是因着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这个,看有没有价值,这个价值观来决定影响。 所以在这里就说是,不要笑话这个世界。 世界人所看重的,所做的,我们要脱离,要超越。 有一次兄弟看一本,就是教人怎么样经理,management,这个诗。 我看起来,后来他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对方别人所想要的,你给他,他就会给你你所想要的。 那么这也是一般人在世界上人所做的。 那么做到这个程度还不是,一般人也认为这不是很差的。 你要什么,人家给你什么,你给人家什么。 这是一种彼此交换,互相得利益的这个标准。 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 主耶稣教导爱仇敌,或者都走一里路的这个精神。 圣经的教导,圣经的精神就是说是爱人如己的这个精神。 这种爱是当相的付出牺牲。 不计较对方的回报,不计较对方的报仇的。 这才是真正的爱。 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更新变化,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第一个,叫我们不要笑话这个世界人所做的,他们的这个想法,他们的这个家族观人。 那么接着,他就在谈到在第二节的中间,他说要新意,主要新意更新而变化。 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的心,要能够更新,不要再是旧人的这个心。 这也是主耶稣说的,你要跟随我,必须要舍弃。 先否定我们自己的。 通常一般的人认为,我最好,我的想法最好,以助举为标准的。 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首先新意要能够更新变化。 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 第五章十七节。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都已经变成新的了。 网络在这里告诉我们,请读。 在这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在基督里。 在基督里,不是只有洗礼,受圣联讲方言而已。 真正在基督里,他要变成一个新造的人。 这也是保罗在写罗马斯的时候,最后他就提到,要怎么样在基督里变成一个新造的人。 这也是主耶稣教训里面一个核心。 我们看主耶稣的教训,主耶稣都是注重在人的心。 拜神,注重从心里面做起。 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他开始的时候就说八福。 这个八福里面,一半以上都是直接谈到人的心的这个问题。 在马太福音五章第三节,他就说了, 心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 那么接着第四节,他说,爱动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安慰。 第六节说是,几口沐浴的人有福了。 他们必得保住。 也是都是在谈心。 接着七节说,灵续人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蒙灵续。 第八节说是,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看见神。 所以主耶稣来,他的教训都是注重在我们从内心里面的这个更新。 那么这种内心的更新也是我们每一天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所每一天的一个灵修的一个工夫。 所以主耶稣责备于法律赛前说,你们洗盘子,主洗外面,里面去充满了这个垃圾。 我们人也常常犯了这个毛病,主是用眼睛手看得到的一个标准来衡量。 这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的更新。 这才是活出这个有新的生命在基督里面,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新造的人。 那么基督徒这个生命就好像一个小毛虫。 还没有变成蝴蝶,那个小小的毛虫。 它后来自己慢慢长大了,长大了就吐出它的丝,把自己包在里面。 不久以后,也是同样一个毛虫,它变成一个很漂亮的蝴蝶,回出来。 我们在基督里面,这个生命就像是这样。 神也告诉我们,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说,内心每天我们在圣灵般自主下,在祷告里面,是要更新,澄清我们的这个内心。 让我们更加,所以他在这里说,清新的人必能够看见神。 。 And so Paul is also saying here that in our prayer, in our spiritual cultivation, we need to transform our hearts. So just like here, it is said that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那么,最后在这个罗马诗十二章最后他所提到的,我们这个更新变化的这个目标是往什么目标在做的。 And so we also need to see what our goals are. 所以他在这里提到,我们要新意更新变化,那个变化这个目标是要往哪里。 So if we want to transform and to renew, then what is the goal we are moving towards? 所以在这个罗马诗十二章的第二节的下半句,他就这样讲。 And so the second part of Romans 12 verse 2, 他就说查恩什么是神的善良。 We need to see what is good and what is the good of God. 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什么是这个存权,存权的。 Next what is the perfect will of God. 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主义。 And one is the acceptable will of God. 所以在这里,中文是用查恩,英文就用prove. 我们这个更新变化是要来什么? 我们要来证明,往这个三个重点,这个三个方向。 第一个,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方向,就是要追求神的善良。 因为神就是一些善良的这些源头。 我们学习神的善良。 我们从哪里学习? 就是从主耶稣,神道成肉身,本身在世界上, 跟我们一样的这些条件,属肉的条件,主耶稣做这个榜样给我们看。 And it is from Lord Jesus that Lord Jesus has set the example of all these behavior for us. 所以刚才这个登山宝训里面也提到, 联系人的人有福啦,他们必会蒙联系的。 So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also mentions that blessed are those who are merciful. 联系人,灵敏人,那个灵敏的心,同情的心, 就是要从别人的这个立场,考虑到对方的立场, 不是考虑到自己的立场。 考虑别人的需要,考虑别人的这些,他的条件。 这也是一个爱的开始。 这也是神的良善。 有一次,尼古蒂姆来称为他是良善的夫子。 主耶稣就告诉他说,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 从主耶稣这个回答,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也是在暗示他。 那么我是从神来的,主耶稣才是良善。 所以你称这个我是良善,那的确也是对的。 And so Lord Jesus is saying that all those who are good come from God, and since Lord Jesus is from God, so He is certainly good. 所以我们有神这个goodness,这个良善的心, 我们就能够去灵敏人,看别人的需要,超过于足迹的需要。 So if we have a heart of the goodness of God, then we can be considered of others, and we can have compassion. 那就是一个爱的一个起点。 第二个方向是说是什么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神所喜悦的,前面那也提到,我们做佛际就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更新变化也要注意什么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灵修的目标,每一天灵修的目标, 我们能够针对着我今天所行的是不是神所喜悦的。 有一些是不是,如果神打分事的话,这是六十分以下的,或是在六十分以上的。 这就是真正我们要成为在基督里面一个新造的人。 追求神所喜悦的事情。 我们看马可福音第三章三十五节。 马可福音第三章三十五节。 这是记载于主耶稣在传道里的时候。 有人跟他说,你的母亲跟弟兄来在外面等你,要找你。 主耶稣借着这个机会告诉众人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 马可福音第三章三十五节。 他说,反遵循神主义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 遵循神主义的人就是主耶稣的弟兄姐妹和母亲。 就是属于神的人。 也就是保罗说的,在基督里的人。 那些人是谁? 那些人是谁? 这些人就是遵循神主义的。 这些人在启示录那边说是有在追求神的,愿意的。 神会让他的生命的活水,得到圣灵以后有这个生命的力量在里面能够活出来,能够更新变化。 这是神所许愿的。 那么最后一点,他就提到第三点,我们什么样更新变化,这个重点在哪里。 我们就是完美的神的主义。 什么是神完美的这个主义? 那就是神找我们的目的。 神找我们的目的,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世所说的。 那告诉我们神什么是神完美的这个主义。 也就是神在万民中选招我们神的目的是做什么。 那就是我们更新变化的这个要重视的。 哥林多前世第六章,六章十九节,六章十九节, 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店。 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 并且你们不再是属于住宅的人。 二十节,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身上能够荣耀神。 保罗在这里结束,神为什么成全救恩以后把应许的圣灵赏赏给我们。 特别他又说,这圣灵是从神来的。 住在你们里面。 那这要证明什么? 证明你们不再是属于住宅的人。 接着说,你们是神用重价买来的。 因为神不只是道成肉身牺牲着祂肉体的生命。 所以祂这个目的是什么? 神选择我们这个完美的主义目的是什么? 就要是在你们身上让人看到神,荣耀神。 那这就是神完美的这个主义。 所以在这个保罗在罗马十二章第二节的告诉我们更新变化。 这个最后一个目标就是查案什么是神完美的这个主义。 神选择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保罗在这里就用当时罗马帝国的这个奴隶制度来描写。 当时真的是人都是在市场上可以拍卖的,有标价的,每一个人身体强壮的后期就价钱高一点。 或者长得比较漂亮的大概也是价钱会高一点。 那么当时这个奴隶制度真的人像一件这个家具一样的买来啦,就是属于你的。 甚至于你可以把它吃属性的。 当时的制度,所以祂就用这个来比喻。 他说你们就是神用宗教把你们买过来的。 所以你们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人。 特别神把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 所以就像当时的奴隶一样,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人。 所以保罗在罗马社那边也说,看你们要成为义的奴补还是罪的奴补。 所以今天我们接着保罗在开始谈怎么样落实我们的信心在我们的生活上。 他提出来第一个告诉我们,我们要把身体当作佛际,献上。 因为我们把自己看作比神给我们的生命更重要,那就没有办法更新啦。 所以主耶稣说第一个,我们首先要否定自己。 因为人不否定自己,人在神的面前还是有这个骄傲的心。 没有办法顺从神的。 那么接着告诉我们要每一天的这个工夫要更新变化。 我们要追求神的善良的,神的良上。 追求神所喜悦的。 明白神选招我们的目的。 我们当我们唱诗。 5举我们唱的音乐,4举身。 244举的音乐。 244举身。 5举身。 4举身。